- 自從退出樂天桃園啦啦隊後 不時會登上綜藝節目分享自身的生活經歷 今晚寧軒在節目中透露和前男友一同初幼時 因此吃到飽拿太多食物,慘遭男友的鄙視眼神 寧軒解釋到自己去吃到飽時 不喜歡來來回回拿食物 因此會一次性的拿滿所有想吃的東西 不要男友竟然嫌棄他的食量,甚至質問他 為何一大早就吃這麼多? 聽到男友說出這番話後,寧軒坦言自己非常受傷 也忍不住想要發脾氣 但因為接下來還有行程,只好忍著情緒 只有兩人開車外出時,寧軒突然嘴餐想要吃零食 結果男友再度責罵他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吃,吃東西的話誰來看導航 超沒禮貌的態度令寧軒很傻眼 也不禁懷疑自己只是吃個東西有這麼嚴重嗎? 初恃旦 初恃旦 初恃不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